噢 噢 居城五點半的北京 啊怎麼那麼亮啊 噢 等一下我們要去爬金山公園 好嘍 我們剛剛出門都太晚了 現在已經六點半了 對 現在景山公園已經開了 對 現在是我的大媽大爺都一直在 真的假的 今天天氣好好 天超懶的 左邊是中南海 吉拉大住的地方 明朝的東廠 中國美術館 皇府景大街 金師大學堂 武士運動的時候 就是從這棟建築走出來的 景山公園 看這邊呢就是故宮 然後這邊是景山 就是相傳皇帝 會在白天在這邊辦公 晚上吃完飯之後會來這邊消化食物 現在時間7點整 只比計劃晚了半小時 哇人好多喔 都說皇帝晚上來這邊 愉悅心情 然後鍛鍊他身體爬個山 但其實都是被人抬上去的 到了 哇太誇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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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代表北京的特色 在胡同深處其實藏匿著很多小酒館 餐廳 私房餐 但是他住起來比較不方便 因為這種平房裡面呢 他是沒有下水的 就是沒有沖水馬桶 所以大家上廁所的話都要在外面上公共廁所 冬天的話就會覺得屁股很冷 他就不想上廁所 他就會生病 吃不到 非常濃 有點像更軟爛的麻糬 這裡是吃煎餅果 知道嗎 要一個頂配煎餅 比臉大 比臉還大 哇 那個東西叫門檻 中國有個myth 就是說如果你踩到它的話 你會長不高 那時候幼稚園校圍教學 就玩一玩瘋了 然後忘記 踩到那個門檻 然後有同學就發現 哇哇那你踩門檻 然後我回家就跟我媽講 我一輩子長不過一百公分 結果沒想到 你看現在躺著就一百了 什麼意思 這邊可以划船 我想吃冰果 以前啊北京最文藝的人都在這邊 但現在呢 聚集在這裡的都是玩抖音的 都一直在學貓叫 一起喵喵喵喵 坐船 坐船 有人在游泳欸 我靠好屌啊 有人在游泳 有人在游泳 我天啊 就這樣了 還好沒穿紅內褲 好涼啊 裸體登船第一人 不行了太累了 我決定要飄一下 哇 八級大風 你看直接幫我們穿 水道轉彎 現在去 現在去鳳凰中心 一個新進北京打卡地點 這個隊伍 哇 這個隊伍 有預約可以先走欸 蛤 對 他說有預約可以到前面來 真的 有預約嗎 有預約 謝謝 嘻嘻 好 我今天很喜歡 可以 我們可以 你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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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门町的一家著名雜助牌店被網友爆料 他們的雜助牌竟然沒有雜手 北京各大建築物都在後面 大褲茶穿的一種中國飯 蠻漂亮的 這就是煙袋斜街 是吧 現在是幾十幾分的 因為以前也沒有什麼手機啊 錶啊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知道明確的時間 都是通過這些明 明鐘聲 然後大家會知道現在是幾十幾分 後面呢 古樓就是以前 皇帝在為將軍們出生之前 古武士氣的地方 有個成語叫 城中木古 就是 城中 早上敲鐘 晚上敲古 中樓 古樓 太陽下山了 對 接觸了 快樂的一天 我們點了一個微辣九宮閣 因為重慶火鍋 微辣 就是非常非常辣 這個就是九宮閣 太屌了 這個其實在台灣老四川裡面也有這一道菜 Local吃法 會不會把這個 直接丟到湯鍋裡面 煮一煮 吸一點湯汁之後 拿起來 然後沾它旁邊的這些東西 哇 我第一次吃紅糖吃吧 好好吃喔 很像炸過的麻糬 但是在加上紅糖之後 喔 超爽 超級爽 比那個 婚禮吃的那種 連這麻糬還爽 這個叫 麻糬牛肉 麻糬牛肉 我的天哪 喔我終於了解了 這件事真的感覺是什麼 我現在 看到食物 都覺得反味 當我打開電腦剪輯這影片時 才發現 今天是我在北京的最後一天 其實這不是我第一次來北京 以前對這邊的印象並不好 但這次 不知道是因為遇到了好天氣 友善的人 還是陪同在身邊的人不一樣 我開始欣賞 這城市的文化 熱鬧 活力 匆忙 擁涌 擁擠 朴石 甚至他的混亂 在北京的最後一頁 沒想到 我也會有這麼一點 捨不得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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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